有些人的確困難很大,有時我們會想是否神不公平、困難比他能夠承擔的 人們會對神懷疑 首先,神是沒有欠我們一定要幫助我們 這個世界上任何事發生,當然我們很希望神幫助我們 但是,在這個世界上因為不同的事發生,每個人都會有受傷害的地方 神是用盡方法,差遣耶穌救我們 神在每個人心裏都有些感動,叫人去尋找 因為聖經有說到永生在人的心中 人們會思想到關於永生的問題,永恆的問題 神會做這些事,但有些人受的父母很大 那是否神欠了他,或是神沒有照顧他 其實神是沒有責任,當神做了人之後 神是盡力幫助,但這個幫助是 他未有耶穌是不能夠全面聖的 就算有耶穌也有限度 為何未有耶穌不是全面聖呢? 現在有很多人被他父母或配偶在虐待 又不讓他出來接受幫助 在他家裡困著他,在虐待他 的確有些人將神的恩怨隔開了 這些人是有額外的困難 不過你也可以這樣說 神是會在人的心中做功 以致人會相信這個世界有神 即是說在這個世界上有些人很苦 他可能會這樣呼求神 神啊,我不知道你是誰 不過我現在很苦,你幫我吧 神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去感動這個人 去尋求神的幫助 事實上,神在人的心中會做什麼工作 我們也不知道 但在人來說,我們就會看到很困難 即是他遭遇有困難 但神的恩怨給他有多少呢? 我們看不到,我們也不知道 我自己覺得神透過人的心中感動他 即是想到有神 這是第一個工作 第二個工作是 如果有人聽到福音 即是先說我沒有聽到福音 第一個就是神會令到他去想神 而聽到福音的人 神更加可以做工作 而最後一件事就是 當人臨死的時候 這件事是沒有聖靈的根據 這是純屬一個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觀察到的情況 就是有些人的分享 就是說他們死了 在死了 在死的時候 他們就想回他們聽過耶穌 接著他就求耶穌幫他 但在那時候 他已經開始被邪靈拿走 然後在那時候 神又救他們出來 即是有這樣的情況 這也是神在有些人的心中 會有這樣的額外的恩典 這件事我們不可以 看為一個教義 不過看為一個參考 會不會有些人 在這個 即是 他臨死的時段 神在他夢中 或者在他臨死的時候 在他未死之前 即是跟他講話 這個我們不知道 不過 第一點就是 神沒有欠每一個人 他一定要讓他知道福音 這件事很多人都很難接受 但是因為 是人犯罪 是人離開神 神是用盡方法 但是因為人的罪 是可以難了他的兒子 去聽到福音 按照人來說 他是可以沒有機會 聽到福音 但是神依然可以 去做其他事情 不過這個 聖經沒有說到 我們不知道是怎樣 或者是有些可能性 神用的方法 至於基督徒 基督徒也有些是很受苦 即是很大的苦 但是基督徒肯定有一件事 就是他受苦很大也好 他有耶穌 他只要拔著耶穌 他就可以有力量 不過也有些基督徒 他在那時候 他不拔著耶穌 結果他離開神 有些人埋怨 甚至自殺 也有基督徒自殺 這些情況是有發生的 在我們來說 我們是不明白這個 但是 其實他有資源 不過他不懂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 讓人知道 我們傳揚更多 傳揚這個信息 神真的隨時幫人 不是只有耶穌救罪人 因為很多時候 人的信息傳遞 就是耶穌救罪人 他就很少傳遞 但是耶穌可以現在幫我們 任何問題 很多人沒有傳這個信息 是任何問題 現在的神都可以幫我們 於是很多人不知道這件事 我聽過有些人 他因為有癌症 他就埋怨神 自殺死 有這樣的情況 這也是錯誤的教導 他本身 他用他的困難來看神 於是他心裡得不到釋放 其實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 我現在嘗試用我的思想 我所感受明白的去回答 我都不能夠一個絕對的答案 接著就是 是不是神不公平 有些人的苦大一點 是不是神不公平 其實苦大 譬如說 有些地方的國家的迫伯很大 那些基督徒有被殺 是否代表他們一定更慘 其實在教會歷史的情況 那些基督徒反而更強 這是我們很難明白的 就是我們 用人來說是很難明白的 但是的確 在受迫伯的時候 基督徒更加強 不過也有些基督徒更弱 兩樣都有 所以這個是 我們去想是想不明白的 我來說 我有一個意念給我 就是 有很多幫助 就是 去到天堂 神不用向任何一個人道歉 他會讓每一個人看到 我有足夠的恩典給你 你有沒有去拿這個恩典 就是神會讓所有人看到 其實我的恩典是給了你的 那怎樣做法呢 我真的要去到天堂 我們才知道 但是每一次 我們看到這些人受很大的苦 我們 我們嘗試去解釋 和去想 是會有時更加苦的 在這個情況 我們只是說 最好就是 神到時會解釋 到時我們會知道答案 我們來說更容易 不過有時 那個受苦的家人 我們更加難幫他 但是受苦的家人 我們能夠說 就是神現在可以愛你 祝福你 釋放你 安慰你 譬如有個人離世 我們不能夠做什麼 不過你不知道神在他身上做什麼 你不知道 有時人不知道 譬如現在有很多 有很多異教徒 他們都說 在法夢或祈求的時候 他們就 見到耶穌 我自己也涉獲有人 就是未信耶穌 而是信異教的 但是他居然會見到耶穌 耶穌 也帶領他信耶穌 這真的有很多發生 所以我們 我們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不過我們就相信 神也要關心他 神也要照顧他 但是在人來說 人的量度 可能覺得他有很多苦 但是神有他的方法 我們就不知道 但在我們心裡 明白的是 神沒有欠我們 就算神沒有做任何事 也沒有欠我們 不過神經常都想做 他做多少 我就不知道 但我知道神一定有做 但怎樣做法 就要等到天堂 才能得到答案 están了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